企业想要占领市场高地,还得时刻提防高速扩展的高成本隐患,永辉上半年净利跌10.67%,近日,以身先突然的零售黑马,永辉超市在持续两年多的业绩神话后,终究还是迎来了利润首跌。 据永辉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显示,永辉超市上半年利润总额为10.02亿元,同比下降22.15%,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.43亿元,同比下降10.67%,要知道,永辉超市上一次出现净利不增长情况,还是在2015年。 对于经营业绩变动的原因,永辉方面表示,主要是因为报告系内公司持续引入高端管理、技术、经营型人才而增加的薪酬成本,以及本期继续了3.58亿元的股权激励费用,另一方面是由于门店增加,费用支出同比增加。 也就是说,永辉超市未进一步扩大,规模效应,而采取的高速扩张策略,导致了报告期内的费用大幅增加,进而影响企业经营利润。 据统计,截止2018年一季度末,永辉门店总数达到883家。 根据计划,永辉今年还将再开135家罗路店,100家超级物种,1000家永辉生活店。 永辉超市勇于尝试新零售,新技术来驱动自己业胎转型,曾得到业界的肯定。 但是在先期开出的门店营销状况,像不明朗的情况下持续高歌猛进。 甚至远超阿里,京东的扩张态始,还是令人颇感担忧的。 这次只是盈利受阻,至于未来超级物种,生活店的经营如何,永辉超市能否继续风光无限,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。 成业扩张,大力扩张,大力扩张门店带来的高昂成本支出现而易见,甚至坑购很多公司。 一代协王百利或许是最好的例子,百利的发展史,其实也是快速开店的扩张史。 据统计,2010年到2012年,百利每年竞争门店数目都在1500至2000家。 随后,百利有省转衰,开店模式有所放缓。 2015年,百利国际净利润首次出现大幅下滑,2016年开始以每天散架的速度观勤门店。 2017年7月27日,以数量扩张检查,以规模为盈利手段的协王百利宣布退市,不让人唏嘘不已。 成业扩张,败有扩张,百利最终输给了自己。 盲目扩张的通病,几乎渗透于每个行业。 世界知名快食造服装品牌HM,自2006年起在全球以每年15%的速度增设零售店。 销售额随之上涨。 但与之对应的是,单位面积的利润却在同期跌跌不休。 门店开得飞起,利润却跟不上,不可不为之为HM的一大遗憾。 当然,成本高企,尤其是租金的上涨,更是给高速扩张,的广开店模式带来了多重考验。 乐视家老板蒙眼狂奔,最终死在半路上的失败扩张。 再次也不赘述了,扩张还需细算成本账。 扩张,是每个企业的本性,如何扩张,是每个企业必须思考的重要话题。 扩张的背后,是对企业规模与效益的平衡,而这历来都讨厌着无数企业家的智慧。 对于企业来讲,规模和效率的提升都至关重要。 规模效益无疑会带来业绩的增长和采购成本的下降,效率的带来成本和费荣的降低。 毫无疑问,控制成本MO,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效益。 进一步使企业在竞丁中取得优势,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,实现由小到大的健康良性发展。 当企业完成前期的跑马圈地,行业竞争过度,费荣上升的时候,能否停下来,算好扩张的成本账,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高段财税学院管理会计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辉,如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很显然,为梦想窒息的假会计,没有算清这笔经济账,要规模还是要效益。 认为,企业在扩张中,尤其要注意循序渐进,注意企业发展速度、规模、资金的协调与匹配,应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作为根本目标,而不能盲目为做大而做大。 毕竟,盲目扩张只会招致失败,套用马斯林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,扩张有危险,且扩切谨慎。 本文作者汉将,每一个小会计,心中都藏着成为CFO的大梦想。 欢迎关好FotoPro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